最新消息!正义必胜,他向纳吉抛黄色气球,今日法庭还他清白!快看!法官给的理由,就连纳吉也傻眼了!内副视频。 比尔齐斯文判后,在庭外接受媒体访问时直指,我很高兴,这事情花了两年才有这个结果,感谢我的代表律师一直为我斗争。 Wila Zuliana社。 吉隆坡27日讯,推示庭宣判,曾在首相纳吉抗力出席的活动上,从高空抛下黄色气球而被控破坏社会安明的舞蹈员兼艺术家比尔齐斯, Belocles Hedges,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 比尔齐斯文判后,在庭外接受媒体访问时直指,我很高兴,这事情花了两年才有这个结果,感谢我的代表律师一直为我斗争。 推示庭宣判时,指控方无法证明比尔齐斯的行为伤害任何人,且他的证词向来保持一致。 因此,推示庭宣判认为,被告一直以来证词一致,也遵从警方和保安指示。 在考量各方因素后,推示庭裁决被告无罪释放。 比尔齐斯,38岁,始于2015年8月31日下午3时15分,在吉隆坡五级面登陆百威年广场,以羞辱方式做出扰乱公共秩序的举动,抵触1955年轻微犯罪法令第14条文。 在此控状下,一旦罪成,将面对罚款不超过一百令吉。 当时,比尔齐斯在首相拿都斯里纳吉抗力出席吉隆坡国际艺术节活动时,从高楼抛印上民主、公正及媒体自由等字眼的黄色气球而被提控。 不过,推示庭于2016年7月宣判被告表罪不成立,当庭释放。 后来,不满判决的总检查署是在去年向高婷提出上诉,高婷在今年10月认为控方成功证明比尔齐斯表面罪名成立,而推翻推示庭的裁决,欲令比尔齐斯出庭自辩。 马上转发